也就是不是合格不合格 因为之前同学就提出来说 老师那好像我们遇到的状况没那么单纯 会需要再更多的判断 多重的判断 那以后你不管几重 反正三重四重五重都没关系 你只要掌位要 我觉得套用上去都OK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这个地方请你把它改成ABCD 那怎么做 第一个这样插入环数里面 一样我们是如果用内建函数一定要逻辑 逻辑里面IF 那IF里面有没有办法这样直接ABCD 其实可以的 怎么做呢 第一个一样平均成绩 那特别注意 我从上面开始判断下来 如果大于等于80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 A嘛 那反之的话是什么 那就BCD 不过再判断 所以IF里面可不可以再插入一个IF 可以 怎么插入了 记得不要再按这个 按前面这边 有一个IF 如果你要在函数里面 再插入函数 记得点这个小的这个箭头 它就会在IF里面再一个IF 然后再点一下平均成绩 如果它大于等于多少 70的话 那是什么 B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打个B 有不要再放这里 再一次 有没有 这样不就一直下去 一直管它几重 再一次大于等于多少 60 那是多少 C嘛 对不对 那反之是什么 就没有了嘛 就低 做完了 OK 按确定 很愉快的就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了 有没有 OK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自己要从头打到尾啦 恐怕要做对的几率应该很低 我光看这个 我就 怎么 在光逻辑上就要非常强了 而且 所以善用什么 我刚刚讲那个工具 就是说 它可以一直让你 一直插入逻辑 反正就是 从上 一直盼到下 反正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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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就是 其他的 对不对 就完成了 这个方法我想还蛮容易的啦 不然的话你要用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最好理解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小箭头 记得哦 在函数里面 还要再插入函数 善用这个按钮 好 不知道各位以前怎么用的啦 不过其实这个 这个不是装饰的 它是有它的作用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有多重判断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帮我解决问题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VBA怎么做 刚刚是按一下成绩 它自动怎么样 帮我产生那个合格不合格 可是我要改成不是合格不合格 我是ABCD怎么办 其实也没关系 直接怎么样 以后你撰写程式的时候 记得 直接把 这个拿来 Ctrl C 然后呢 贴到它的下面 Enter 贴上 但是记住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后面的话 我加一个多重好了 也就是我这个地方 是一个多重的判断 好 名称的话 不一样就好了 一定不能够 有一样的名称 那接下来 回圈范围也不一样 一样 对不对 输出的位置 也不一样 也一样 只是说呢 这个逻辑判断 它只有 一个 但是我需要 两个 三个 四个 的判断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 请你把 先改成80 改完之后呢 特别注意哦 请你把 这两行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A 对不对 请你把这两行 复制起来 复制 因为这个是 首先 再来就是什么 其次好了 其次的话 就是这样 这个enter一下 然后把它 back到前面去 贴上 但是 一个判断里面呢 不能够有 两个if 所以第二个if 是什么 就是其次嘛 其次其实很简单 就是叫一个 else if else if 这样就好了 再其次就是 再else if 那再其次 再else if 应该懂那意思吧 这个结构还蛮 就有点像你写文章一样 比如你要叙述啊 你一直写一直写 反正管它其次嘛 反正再其次再其次 一直再其次下去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else else是除此之外 的其他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七十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b 对不对 然后c的话就是 再把这个复制一下 应该会吧 Ctrl C 然后enter back到前面去 贴上 有没有 这样就很听话了 就乖乖的 按照你的要求 把这个做出来了 有没有 这边改成c 反之的话就是 d了 对不对 写完了 应该很好理解吧 以后反正你再复杂的东西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做那个多重判断了 OK 好 来试试看好了 这个地方执行过 看看后面 没OK呢 执行 不过它靠 左边没关系 你自己再把它置中一下 当然VBA里面 你也可以写自中 不过我们暂时先 先略过好了 后面有机会再来讲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输出 就OK了 结果跟旁边一不一样 一样嘛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做法 跟 这个做法 其实你可以比对一下 反正这个是 什么呢 内建函数的逻辑 如果你要转换到 VBA的逻辑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加上 那个什么呢 else else 其他的话就是else OK 这个应该 反正以后如果你忘记 没关系 你可以拿这个来当范本 以后呢 拿这个范本改一改 里面关键字 一定要是对的就好了 OK 好 再来的话呢 最后当然就是一个 制定函数 其实顺便讲一下 反正改的方法一样 所以可以怎么样 Ctrl C 方旋 可以贴上 一样怎么样 把它多一个字 叫多重 所以这边的话 多两个字 多重 就是这边呢 直接就改一下 多重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改法跟刚刚一样 所以最后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子 把这两个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我的 Return 本来是成绩函数 它现在变成成绩函数 多重 所以等一下记得要改 那这边的话 就是把它加一个else 就else 那上面的话就是 80 这边改成 A 然后这边70 这边改成 B 然后再把这个 再复制一下 这个再贴上 应该懂那个意思 然后这边改成60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C 那反制的话 就是D OK 那其他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 最后再把这个 改成叫做 成绩函数多重 记得Return 真的地方一定要对 因为很多同学做完之后 忘记把这个改 他结果发生错误 丢过去 奇怪 那个人换个名字了 就丢错 接不到东西了 好 那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插入函数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制定 有 然后呢 有没有多种 有 然后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给平均成绩 回来的话呢 就不会再是合格不合格 而会是什么 A B C D的 所以三阶段 好 试试看好了 等一下 云端上应该也会有那个 最后的完成结果了 OK 好 试一下